男性早晨剛睡醒惑猛最旺盛 是這個時候嗎 絕對是 每天早上都成功了 太多次了 惟惟 惟惟 大家一起 Come on Cust the bag Cust the bag Everybody 太多了 我會被黃標 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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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酒精 插酒精 不要不要不要 等一下我絕對不會說錯 不要不要不要 各位大家好 歡迎新的一年來到我們小記者大明星 這個禮拜算是新年的第一天 不過也想要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去年你知道印象深刻的新聞事件有哪一些嗎 從年初開始我覺得比較好事情的話 算是林志玲和Akira當了爸爸了 那國際上也有一些大事發生啦 包括威爾史密斯的巴掌事件 還有強力代譜 這個跟前妻互告的事情也算是 鬧得沸沸揚揚 尤其是案情不斷逆轉 逆轉 再逆轉 最後呢到底誰勝誰負 很多人都在關注對不對 另外呢 這個 吳亦凡啊 坐牢被判13年 算是蠻大的事情了 還有呢這個汪曉飛大戰大S 最後還一起公開開直播 來審判什麼 他們的床墊 這個床墊呢還有記者實據去做 因為這個床墊要價千萬耶 汪曉飛心心念念 捨不得的床墊不捨得 讓這個床墊也讓這個劇運業也躺上去 最後大S啊乾脆把它丟出來 讓大家去公升 也算是很精彩的啊 好還有呢 全明星運動會紅了誰 大家有印象比較深刻的嗎 沒錯就是女神林鄉 因為全明星運動會啊意外的爆紅耶 還有呢去年真的紅起來了有誰 原子少年 好多的這個成員都已經陸陸續續出道了 包括呢在新年這個期間呢 天王星也算是要回歸 原先以為他們會先出道的 沒想到因為一些風波嘛 那現在也算是雨過天晴了 那還有什麼大事呢 應該說啊 跨年夜 大家有沒有看 蔡依林演唱會 五月天演唱會 還有各地的演唱會都很精彩喔 我們小記者呢也有實際 去採訪蔡依林的演唱會喔 之後也有很多相關的報導 大家一定要持續的鎖定 還有呢 這個年末的時候 宋一鳴跟小甜甜啊 因為這個一起發光教會 到底是被退教會呢 還是自己要退出教會 引起了這個很多的爭議 甚至後來還有很多的前教友出來爆料 說這一起發光呢 有好多的問題 好多的爭議啊 那這個信仰呢 人跟人之間還有金錢的往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也有做了詳細的報導 那首先呢還是要來跟大家講了 本週的娛樂Top3呢 除了這個小甜甜宋一鳴之外呢 還有啦就是阿佑跟這個李忠碩 竟然認愛了 大家應該也都有看過兩位演的戲劇 還有一些綜藝節目啦 這兩位算是韓國的男神跟女神 沒想到兩個人竟然在一起了 是有跡可循呢 還是真的偷來按去好久了 終於呢這個戀情公開浮上檯面了 真的也算是恭喜啦 在新的一年 好那當然啦 本週娛樂呢 Top1就是這個消息啦 那Top2跟Top3呢 包括了這個小甜甜爆出 她已經跟老公分居 還有呢之前有一些些 肢體上面的一些衝突啊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還有呢另外一個是 宋一鳴這個一起發光的教會啊 引起很多的爭議喔 那這個爭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這個禮拜特別開了攝影棚 請來了資深的記者定剛呢 一起來跟小記者辯論啊 我們有設出了幾個議題 跟這個一起發光啊 包括呢是不是有假見證啦 還有這個 宋一鳴到底有沒有搭上 死亡烈蛇還有愛燕一餐要五千塊 那到底吃些什麼呢 好像聽說這個前教友說 這些菜色竟然要我們花這麼多錢 值得嗎 划算嗎 那這個錢是可以這樣來衡量的嗎 我覺得我們有一些辯論喔 也可以讓大家一起來參考 來討論說這件事情到底呢 他的想法應該是如何 或大家對宗教信仰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也是很不一樣啦 當然還有值得期待的是 我們這個禮拜有直集大明星 要直集余祥全 那他新婚之後啊 宣布要結婚啊 還沒結婚 但是呢 宣布新婚之後呢 也算是喜事一樁 不過呢 也有蠻多的風波跟波折的啊 包括呢 其實小記者也很擔心啊 他的這個 知識 性學的部分 歐不歐OK還有體力耶 好不好 我們來直集他呢 結果也是算讓大家有點 刮目相看嗎 還是疊破眼睛 我覺得大家今晚啊 可以好好的來期待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帶大家了解 宋一鳴一起發光 還有小甜甜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宋一鳴教會 驚爆朱走潮 直擊千萬豪宅藏神秘據點 我們祷告 願祝啊 台灣的演藝界 華人的演藝界 充滿著榮耀你的基督徒 祝啊宋一鳴 宋達明這兩對夫妻 不是演藝界唯一的 這樣的兩對的夫妻 會有二十對 兩百對 兩千對這樣的夫妻 宋一鳴成為靈兩年前 在一起發光 暗黎牧師師母 趙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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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坐在台下的阿伯師肖可 已經退出教會 內部更驚爆出走愁 前教友紛紛出籠 揭露教會面目 列出九大整體 一能使交教友貸款 二是要求辭掉工作 專心服侍主 三專屬的貢獻帶 四入教會資格審查 沒知名度進不來 五T教友出教會 還一路不回 六創教友知名度 七洗腦教友 八用電話或當面破口大罵 九限制教友的教友圈 現在聽起來也不像一個愛的團體 然後鱷魚我這樣一定競爭 每次開會都會吵翻天 然後一定有人嗆聲 真的 身為一起胖胖胖 我就來告訴你 shut up 你每天吃我高聖經 你有很屬靈嗎 你又沒有讀給我看 我怎麼會知道你有什麼什麼 然後就嘀啪啪啪 然後就罵傻她 然後常常有抱頭痛哭的畫面 所以那個女生哭啦 妳也哭了嗎 她也哭了 後來她就再也不會生氣說 妳 我不同意妳的決定 還是會 那個就是 但是我們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事情做成 對 往前怎麼樣不然的話 藝人 可能不是為妳講 對於黑料不斷被爆出 一起發光教會 二十六號晚間 營用出埃及氣發文 耶和華必為你們徵戰 你們只管寂寞 不要作聲 一直放開手去信賴神的計畫 當人完全放手 神就開始做工 民導員黃少谷 楊蒨時 白家綺等各位藝人 刷了一排藍狗狗 逆風禮品教會 字述從來沒有被逼奉獻 而阿平一看馬上開編 按奉根本是一起作文 同時間發文 同樣的關鍵字 要不要回復九大疑問就好咧 舉行呢 26號當晚 綜藝明夫妻緊急召開禱告大會 以再次經濟引發爭議的爆料不斷 為了安撫其他造友的臨時活動 這神秘句點 位於金美夜市附近 一坪要價84.3萬元 以最低評數30坪計算 至少要價2529萬元起 該動豪宅也被爆料 就是由教友的捐獻金所購買 自動扣盤 回會出 不願居民的藝人照友透露 照友現在都很不滿 宋一鳴的危機處理 並在群組抱怨 在宋一鳴教會 永遠不能說真話 連幫忙教會 發稿接電話的同工 跌到離居潮 現在直勝敵的正職 在阿明陀佛 你在哈利路亞 在阿門也沒用 你把阿拉請出來也沒用 好誰也沒想到呢 宋一鳴跟小甜甜兩個人 怎麼會鬧出這麼大的事情 大家還記得嗎 事件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其實很單純耶 只是小甜甜被退出教會 但是為什麼最後扯到宋一鳴 又扯上一起發光教會 副本四處開 瘋煙四起 整個狀況呢 現在已經有點不可收拾 甚至呢這個基督教的信仰 好多的這個內部的文化啦 或者是這個信仰 有一些可能 教友跟教友之間的一些規矩規定 或者是教會裡面的規定 反而變成大家抨擊的焦點 那大家還記得 小甜甜當時被退出教會的原因 或者是小甜甜到底為什麼 離開教會 這些事情呢 我們待會呢 會有一個專門在跑這個 線路的資深記者 定剛會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大家呢 一起來討論 甚至會跟我 一起來辯論一下 不過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就是一起發光教會呢 其實他惹出的九大爭議 包括了要叫教友去貸款 還有呢 要求辭掉工作來專心服事主 甚至呢 有專屬的奉獻貸 還有呢 是這個入教會的資格 還要審查 如果你沒有知名度的話 進不來 還有呢 這個趁教友的知名度 另外呢 還有說這個 踢教友出教會啊 還會以讀不回 甚至還有一個爭議是說 會洗腦教友 還有第九項 限制教友的交友圈 有些說你這個離開教會以後 不可以跟這些 已經離開教會的人聯絡 好像都引起大家的討論跟抨擊 那我們其實呢 也來看看這個民眾啦 大家 我們有去做了一個街訪 那看看大家呢 是怎麼樣來討論這件事情 借台奉獻送一名教會 你願意嗎 路人聽小婷婷 我吃五碗泡麵 只能不檢點 你們知道那個藝人小婷婷嗎 知道 他最近有那個事件 對 就是他跟那個藝人 宋藝人 他啟發過他的教會 有一些這個紛爭 他私生活不檢點 他也是只是一餐 吃三碗泡麵而已啊 我其實 我一餐有吃過五碗泡麵 那我覺得我這樣子 真的太不檢點了 謝謝 所以你知道內容 那是什麼 不知道 反正就可能有點像 邪教嗎 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啦 就是經營者可能 不知道是太過狂信徒 還是說他們的利益上面有問題 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一個看花邊新聞的人 也不是很清楚啦 有教有傳出說 他們會要求他們去跟銀行借貸 來做這個奉獻 然後每一個人至少超過二十萬 我說借錢捐給別人 對 不會啊 誰會借錢捐給別人 太扯了吧 捐錢應該是有能力才捐的啊 你捐的錢 結果那個 這個牧師他自己住那種豪宅 我覺得這樣不應該 竟然像詐騙啊 捐錢應該是 你有多少能力 你就做多少事 借貸奉獻 就覺得好像不是發自內心真誠 是被脅迫的 我覺得是個人選擇吧 借款是你自己的名義 如果你這樣選擇去接貸了 那你不能怪別人吧 教圖要為了這個做捐款 或者是硬要他去參加活動 我覺得這完全不符合人權啊 我覺得這個是就是炸彩吧 借不借貸這種事情 其實我覺得就跟直銷一樣 你願不願意付款是你的問題 那我是不會去做這樣的事 因為我覺得我的資源 我想要給的都是 比如說一些小朋友啊 就是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我想要知道我幫助到誰 那你自己會捐嗎 我也不會捐 我就是拜拜而已 我也不會特別去捐 他有錢可能會加錢捐 那我要看我認不認識他 不然我覺得還那些錢 只是把他投入大海而已 我跟你談的是一個大海的問題 他們一人有錢啊 他們家的事啊 那我沒那麼有錢我怎麼完全 另外一說在教會當中 因為幾乎多半都是藝人嘛 他們上台會分享一些生命故事 那這個腳本套路 可能都是已經修改過的 然後才能上台這樣的 他只是為了宣傳而 而講出來那個故事 那就是根本沒有不要花錢投下去 因為那只是一場戲而已 畢竟教會多數的成員都是 是演員嘛 對 那這本來就是他們的本能 所以就是 他們都是演員啊 他們很會演戲啊 那我不是啊 好強白喔 信仰本來就是一個人的精神寄託 可是我覺得你這樣演 講故事給人家看 是演出來的 我覺得這種分享 就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你旁邊的人都痛哭了 我會離開 絕對藉機離開 他就跟著哭吧 神功魅意借我一下 你藥水P一下 裝一下 真的哭不出來 就真的哭不出來啊 就閉上眼睛吧 是有點誇張啊 我們不是當事人 我們不得知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感動到哭還是 還是被要求到哭還是怎樣 這也不是第一次啊 像之前還有什麼 其他的叫的 什麼紫色的那個 對 那個也是說什麼 除了亂七八糟的 那如果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內心在想什麼 我還真的不知道 去參加演員訓願班 可能會比較知道 學習會長什麼時候結束這樣子 我當初幹嘛參加這個活動之類的 想不開了 我應該只會離開吧 因為我覺得會信的人 你怎麼勸他 他應該都聽不進去 如果是你的貼文 是要被控管 被要求的 那甚至是發文時間點 都要被統計講 你怎麼看 你說被誰要求 就可能被教會 這個可能也沒辦法吧 感覺像商業化的行為 我不能接受 所以你不會自信這樣 應該是不會 除非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教會 不會做他的規定發文 因為最主要是他的性質吧 他就是一個宗教 我現在是要當兵 還是在幹嘛 我為什麼要被你限制 我任何的自由 我就覺得太扯了 沒有一個教會是這樣子 因為我本身 就不會參與這種事情 所以真的要叫我A頭 我就不會這樣 他們不應該用神的這個旨意 來規定需要民人 需要我們發文 這些種種行為 應該就是為了 宋一鳴的教會 整體的形象 需要整體一起維護 所以說他們 後面都有留出一些影片啊 要哭啊 或者是包含那時候 那個遊覽車事件 他們是形容說 他們有可能會搭上這班車 然後結果是下一班 但是現在爆出來說 全部都是假的 一個人講還好 那一個人出來之後 下面很多人分兩派 那其實就相對的有問題了 那其實宋一鳴他也有發一個文 說什麼神要你們靜默嘛 只要心中有神 其實話語權是自由的 以上都是夢到的 不代表本台的本台立場 你們是哪一家 今天我們也特別請來 專門跑這條線路的記者 定剛 然後來跟我們一起來辯論一下 那他主要呢 就是算是挺爆料方的 因為他真的接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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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爆料 對 那我的部分呢 主要是挺教會方的 因為其實我對教會也算是有接觸過 雖然我不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覺得 可以依照我看到的地方呢 然後來跟他做一個辯論 那我們事先呢 有大概設立了幾個議題 當然在這之前呢 還是要先跟大家來聊一下說 宋一鳴跟小甜甜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其實原先是為了宣傳新戲嘛 對不對 對 那他們這一部戲叫做 幸福宅在一起 但沒想到 後來是說報導有點失焦 說因為小甜甜都在聊凱樂的事情 然後導致於說 整個戲好像沒有被宣傳到 所以就這樣子把小甜甜退出教會嗎 那其實一般的記者會來說 這個新戲來說 那其實有一些的這個主管啊 會希望說 你聊一下藝人的這個境況啊 故事啊 我反而不會想去報導這個 新戲的這個內容 節目的這個內容 所以當天問凱樂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很正常 對 所以其實也沒有必要說 因為這件事情 讓他就好像不能演 就是換腳 然後還甚至最後引發到 要退出教會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小甜甜 是在整個這個事情當中 是算是一個導火線 因為在這個長年以來 有很多在教會之前的這些藝人 他們可能就對於這個 教會的種種有一些心聲不滿 所以一連串的這個連環爆這樣出來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現在落井下石 不過後來好像真的引爆整個所有事件的 還是在一起發光的聲明裡面 對那份聲明真的大有問題 我們今天還是一樣 雙方立場呢很明確啊 就是挺爆料方跟挺教會方 那我們有一些議題 其中這個議題呢是包括了 像是那時候宋一鳴呢有說喔 他因為差一點點要搭上這個死亡列車 然後沒想到卻被那個 資深的醫藥記者王瑞寧呢 出來爆料說 根本就沒有要搭死亡列車這件事 明明就是搭遊覽車喔 我先來講一下這個資深記者 這個王瑞寧他的這個說法 因為在大家都知道 這太魯閣這個事件呢 是在去年的這個四月 那其實在那一週當中 算是這個清零廉假週 算是當地花蓮人的這個返鄉 的這個時間 你知道他們有所謂他們的這個 返鄉列車 那也就是說這個 真的是一票難求 只有東部的這個朋友 他們才知道 所以呢 瑞寧姐這邊就是講說 其實根本教會這邊 完全是訂不到這個 所謂的火車票 所以一開始就是設定就是 我要搭這個懶車去 而不是去搭火車 不是不是不是 其實是依照他的說法 我覺得有一點很不公平的是 他覺得 教會根本就沒有要搭這班車 原本就是要搭遊覽車 可是根據我的消息指出呢 有工作人員 而且還是要參加這個活動的 助理導播 他當時其實早就已經接獲通知說 他們原本要搭 早上的一班9點多的火車去 已經訂了 可是後來呢 因為訂不到 所以只好改搭12點多的那班死亡列車 那死亡列車那時候已經買了 確定買了 可是後來為什麼又沒搭這班車 是因為後來有人要再加 又加人 那加人你不可能說 我都已經訂了 來不及再加人 那這些人怎麼辦呢 所以最後還是乾脆 坐遊覽車大家一起去 而且他還有秀出 他的那個筆記本上面寫的這個時間 原本要搭什麼 然後後來再改時間 所以其實 我可以講一下 你剛剛講到那個筆記本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那張秀出來的 筆記的那個照片 上面有很多塗滿力可排的痕跡 上面搞不好已經塗滿 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我們大家也都不知道 你秀光那一張是OK的嗎 重點是爭議是在於說 他說完全沒有要搭這死亡列車 可是他們 宋一鳴出來講的是說 差一點要搭上 所以他們的確本來要訂 要訂這班車 所以我覺得他的說法 中間有一段是漏掉 因為他不是工作人員 他也不是訂票的人 他怎麼能夠確定的說 沒有訂 根本沒有訂火車票這件事情 我覺得爭酌點是在這裡 因為王瑞玲他在教會裡面 也算是早期核心成員 所以整個流程 他會是非常的了解清楚 他自己也有在臉書上爆料說 怎麼就連這個 吳宗憲憲哥他出席這個演唱會 這個費用他都知道 應該是說 牧師這邊他就是講說 我們是錯過這班車 但是王瑞玲那邊覺得 批評的是說 你們本來就沒有預計要搭火車 你懂那個斟酌點了吧 我贏對不對 因為其實 大家怎麼說呢 不是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外人 沒有參與整個這個訂票的過程 就是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應該是說 對我覺得這整起之間爭議 最後又扯上一個所謂的假見證 對啊 因為你把那個筆記本拿出來 上面修修改改突突改改 我覺得真的很讓人難以信 這一題呢 我們算是不分宣誌好不好 我覺得各有各的道理 因為畢竟也沒有實錘 好不好 那下一題我覺得 大家也可以來討論一下 是關於專屬奉獻帶 甚至也被質疑說 那到底是服侍人還是服侍神 那奉獻帶這個呢 你爆料者是怎麼說 我接獲的這個爆料者他是說 因為他其實本身 收入來說可能沒有那麼的穩定 然後他一開始去這個教會的時候 大家都很熱情的對待他 就很開心啊 然後但是去了這兩次三次之後 他開始覺得有點壓力了 這壓力來源是什麼呢 就每一次這個教會的小組聚會 上課完之後呢 這些牧師或教會裡面的人 就會開始跟他們講說 要奉獻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兩次三次他可能就覺得說 他身上真的沒有錢 這時候教會說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有請專門的銀行專員 來為大家做這個貸款 而且這個優惠是非常利率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而且我那天在這個新教會那邊 實際走訪的時候 我還發現一個蠻有趣的奇景 就是說旁邊呢就是銀行了 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 什麼奇景 我跟你講我去那邊 我還發現旁邊還有7 還有APM 這立場我不能接受啊 因為我覺得 畢竟爆料者他可能針對某單一事件 但我相信不能以偏概全吧 因為畢竟我我永遠是相信 就是信仰是信仰 神是神人是人 畢竟這個信仰是人跟人之間的事情 那我覺得有一些些 金錢上面的需要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要辦活動 你不可能說 那我們就大家就坐在地上放空吧 你總是要有一些遺失 或者是讓大家可以感受到 可能心裡比較平穩的環境 或是怎麼樣的 好我覺得要給錢都是OK的 其實斟酌點是在於給多少錢 跟是不是超過你的負荷 那我覺得這個奉獻帶呢 它的keyword是在於說 它有你自己的名字 然後包括有你的日期 什麼時候捐了多少錢 你到底捐了多少 我覺得你是不是會覺得說 你的爆料者自己心裡 會覺得有點面子掛不住 他捐100萬我只捐5塊 這樣是不是太少 這樣是不是就會讓人家 有一種無形中的一種壓力 還寫上一個專屬帶 你的名字幾位幾號捐了多少錢 然後會貼在冰箱上面 讓大家一目了然這樣 就是有一種壓力啊 其實我經歷過幾次教會 第一個是我從來沒有被要求過 一定要奉獻這件事情 第二個是我知道有奉獻這件事 但是他們也沒有說 你要奉獻多少 甚至是你如果沒有那個能力 其實你是可以不用 不用做奉獻的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是相有錢吧 應該大家各自覺得 你自己願意捐多少 那你能夠附和得了的話 我覺得目前也沒有聽到 有人因為教會的負債吧 就是因為那一個爆料者 他的這個收入來說沒有那麼穩定 所以他說他沒有辦法負擔 而且他說那時候 他的印象當中 銀行借貸的這個金額 是一個人超過20萬元 我個人覺得這個假爆料的成分比較多 因為不可能到 不可能到這種賣家產 然後去捐錢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over了 下一題還有一個是說他們的愛業 也就是說算是餐序啦 那每個人要輪流 任領一桌要5000元 那我覺得任領一桌5000塊的 應該也算還好吧 半桌一桌不是一萬五兩萬嗎 可是爆料者就是說 我每一次捐的這四五千塊錢呢 那我們吃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吃什麼 白飯啦 油飯啦 炒飯啦 就是一些不會很貴的這些食材 甚至是他的量沒有很多 然後給現場這樣的人吃吃吃吃 有時候真的根本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這一桌5000嘛 一桌5000 一桌10個人一個人才500 吃這些東西不為過啊 外面炒飯 海鮮炒麵要不要120 要不要 大家說要不要 一隻雞要不要250到300塊 一碗一鍋湯就要360了 當然我覺得錢的衡量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 那你覺得這些東西 你願意花多少錢去吃 或者是這些東西你覺得 我願意花這些錢去吃 我覺得都OK 但是我覺得很蠻奇怪 就是愛燕 你還是要花另外的這個錢 因為你平常不是已經有在 做奉獻嗎 為什麼奉獻以外 還要再花這個錢 所以什麼感覺 好像教會都是錢 大家會覺得說 那這些錢到底都去哪邊了 你們這些吃飯王餐了 可是為什麼不是 從一般的捐獻來 去這個錢拿出來 我覺得這個已經牽扯到 教會金流的問題 就我覺得我們針對單一 就是那這個愛燕 到底是不是輪流 大家一人付一桌 這樣是不是OK的 我覺得看大家怎麼想 好不好 那這是不是可能 核心的人員要去負擔了 因為可能年紀輕的 他可能財力沒有那麼雄厚 每週每週這樣子 我懂你的意思 你意思就是說以後我們約主管 去吃飯主管應該要付錢 老闆要付錢嗎 這個我跟你講 這又牽扯到說 比方說你男生女生出去 那你如果男生比較會賺錢 他又是主管他要付錢嗎 還是要go touch 所以這真的是牽扯不完 那我跟你講錢的事情呢 有的時候 我覺得規矩就是擺在那 那你能不能接受 就是看你自己 那我覺得每個教會 都有每個教會的文化 那每個信仰 都有每個信仰的文化 他們金錢也都是 我覺得有一些類似的地方 那當然我覺得不用過度抨擊 但大家也可以留下你的評論 好不好我們下一題 爆料者呢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因為每個教會 每一個藝人呢 他們都要上台去做 他們這生命故事的分享 但是呢 你在上台之前呢 你要先把你這生命故事 先完全寫下來 那這個內容呢 是要給教會這邊來做 這個修改修正 那完全這個final版本完之後呢 你才可以上台去做這個分享 那分享的時候呢 希望教會會希望說 你很感動的時候呢 你要來哭 你要落淚這樣子 那如果呢 你真的哭不出來的話呢 你就閉上眼睛 因為我有看過他們的見證嘛 那有一些見證的故事 的確就是你自己的故事 不然難道叫你掰別人的 什麼歷史故事拿來穿 他到底自己身上也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有些見證 我相信他們的感動 一定是發自內心的 而且我覺得假眼淚 沒辦法說服別人 我覺得他沒有必要做這些 造假的一些你知道分享 但是我每次在看這些相關 類似的影片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有這麼好哭嗎 為什麼可以哭成那樣 到底是什麼秘訣 如果你真的有真誠地面對自己 我覺得那是有可能的 比如說你今天講到你自己 很難過的事情 當然會覺得很想哭 而且其實我覺得 能夠去見證的人 都是有經歷過一些波折 他人生有一些轉捩點 可能有遇到很低潮低谷的時候 然後你怎麼樣逆轉身 我覺得當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回想起那個時間點 的確是很有可能會感動到流淚 我自己是覺得 這沒有到所謂的 怎麼講假哭 但是還有一個爭議點就是說 如果你在分享的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講不好 你可能哭不好 沒有哭得稀哩嘩嘩嘩嘩 我們就可以重錄咔咔咔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像教會就是常常都會有受洗 那受洗的時候其實也有很多 Maybe你不是這個教會的人的家人的見證 那去的時候其實我家人受洗之後 我自己去我自己也蠻感動的 因為我的確有哭 我是在旁邊看的人我都哭 他們裡面其實已經哭成一團 因為他們會一直在跟你講一些 比較激勵的話鼓勵的話 讓你希望可以有更多正能量 那在旁邊看的人其實 我覺得我感動的點 並不是因為說因為這個氣氛 大家這樣我也要哭 我沒哭我很奇怪 並不是 是因為我發現其實如果我的家人 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跟我一樣愛他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值得感動的事情 他就是一個發自內心的一種感動 他也不是說我現在一定要哭而哭 我覺得有時候情緒感染就是這樣 最後一題也算是我們這一次 最比較核心的問題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把你的看法 留言下來 我們也都是會去看 那我相信別人看到你的看法 也許也會有 也有一些感覺 那希望大家不要吵成一天就對了 因為我們兩個是有講好可以 互相人身攻擊不提高 但你們的話我就不提高 接下來這一題是 小甜甜退出教會 還是被退出教會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蠻有爭議的 因為其實就在於一開始 大家以為是因為戲的關係 然後所以才離開教會 那後來好像不是那麼單純對不對 就是小甜甜的這個老公呢 曾經有一次在家裡 可能是情緒比較來了 比較激動可能就打他這樣子 然後小甜甜就很生氣 就是要打電話去報警 然後就是有打一一三這樣子 可是這個正義點這邊就是說 那個教會的這個牧師這邊 就跟他講說什麼 你老公還年輕啊 可能不懂事啊 他才打一次而已 又不是打兩次三次 那可是那個有打人的這個經驗呢 就是你打有一就有二 就有三這樣子 怎麼可以就是縱容他這樣子 那時候小甜甜其實也出來聲明 有講說啦 他說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也很想知道 真相到底是什麼 那現在呢大家有看到真相了嗎 還是沒有啊 因為說明明也沒有明確指出說 小甜甜的私生活 到底有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拋出來 會讓人家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那我們回歸一下 最原始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他退出教會這件事情 可以先擺在這邊 因為前面還有一件事還沒解決嘛 就是那一齣戲為什麼被換教 可是我覺得身為一個教會 一個信仰 他發了聲明說他的私生活有狀況 其實我覺得好像也不是那麼妥當 對不對 所以到底是自願退出還是被退出 還是有待上帝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物理看光 因為我們不是教會的核心成語 所以他到底是自己退出呢 還是被退出呢 我們觀眾都很想知道 或者是不是真的有官司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很難說 而且其實最新的消息是 他的組長白家綺也有出來 但被問到這件事情其實也是 都沒有說任何的訊息 但只有講了一些關於 他還是很支持小甜甜這類的內容 當然有啊 雖然知道會是這樣狀況 可是還是要勇敢來面對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大家也都看得到 宋一鳴主力的一起發光教會 爭議休為策 資深醫藥記者王瑞玲昨天再度指控 一起發光的教友發文 一定要有讚美目者的關鍵字 暗酸如同子依尋舊 在教會擔任小組長的白家綺 29號今夜出席活動 接受媒體訪問 我們針對任何的指控 做出任何的回應 他得到的結果會是什麼 我們真的不希望再造成更多的對立 更多的謾罵 還有浪費更多的社會資源 我希望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期待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要答案 但是答案絕對不是我們 任何一個人說的算 我們相信一定會有一個 讓大家看見事實的機會 相信真相一定會大白 這是他個人的狀況 基於教會的立場其實 我們不可能把會眾弟兄姊妹們 私底下的生活有哪些狀況公布 是因為我們是教會 我們深深相信上帝會帶領我們大家看見真相 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來到了我們小季的大明星時期 大明星的時間了 有請我的小幫手 小漂亮凱凱 來 關注我們的時期線索 這位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周余天 喔不是 余天大哥 然後呢 旁邊有一個這個 訣戒吧 這個目測應該有十顆啦 兩顆啦 該不會余天大哥 對不起 再婚不可能 再婚吧 不可能再婚吧 那到底大明星會是什麼呢 有一天大哥又圓冠結 看來是有好消息要公布 猜到是誰了沒 沒關係我們立刻來公布答案 就是我們的 余祥全 余祥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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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現在也是人同時期 是精神爽啊 是不是 我們準備兩個關卡 但是我要來跟他先插合 好啊 我們的刑具在此 再三下 余祝不可以 可我就是熟起道路 熟起道路 熟起道路 一眼都沒炸過 還是沒有在跟柔柔玩這個 沒有 最近呢 宣布好消息要結尾 對 那我們就來幫你做一個健康教育的這個 評量 如果你答對實體 就可以過關 敗的話我們待會就要接收成 保險套可以重複清洗曬乾 再下次使用嗎 不行 凡士林是油性材質 塗在保險套上能加強平衡的效果嗎 不行 女性海卵型 約落在距離上次月經來的 13到15天後 對 答對 欸你很厲害耶 三題了耶 完了 啊 不可以 我沒說什麼很難 第四題 你的小弟弟骨折是指男性生之欺 因外力撞擊過大 導致內部骨頭斷裂 是或錯 錯 不是骨折啊 對 他不是骨頭 因為他是海綿體 欸你是不是因為有 最近有那個計畫 所以才在 不是我就是想答答 本身答答答 女性首次出現月經 因為叫做出巢 出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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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答是還是錯 不對 恭喜你答錯了 YES 水星路華疫情路可以吃嗎 可以啊 可以可以 男性荷爾蒙分泌最旺盛的時期 主要在年紀20到25歲 是高峰期嗎 你回想一下你20到20歲 有沒有機會癌 錯 20歲之前你就已經很癌了 這題答對 但是你的解釋是錯的 因為最旺盛的時間點是在25到30歲 女性荷爾蒙又稱為磁激素 主要由子宮來分泌 對或錯 對啊 答錯了 是卵巢分泌 五面 市面上的衛生棉條 你衛生棉還有甜品 天條比較貴 所以答案是錯 確定 確定 欸真的有買過耶 沒買過啊 美國定為每年的五月 是國際自衛月 不會 答案是對的 What International Yeah DIY What Festiball 在家一起說 Come on Festiball Festiball 太多我會被黃標 除了人類以外呢 蝙蝠跟鯨魚也都有月經 錯 錯 錯 男性其實也有更年期 又稱為男性荷爾蒙低下症 錯吧 男性有更年期 男性有更年期 又稱為搞固棚 那女性體內也有搞固棚 有 藥材當歸 有趣與改善 男性 揚尾 對啊 對啊 好奇才能 黑巧克力比白巧克力更能舒緩女性 月經燈痛 沒錯 女性月經燈的時候 愛愛就不會回運了 錯 男性早晨剛睡醒後 最旺盛飲 是這個時候嗎 絕對是 每天早上都請 哈哈哈哈太多 太多 不要死 不要死 好像有時候尿尿你會不會起床尿尿尿死 不要我不要 大家沒有要知道那麼多 謝謝 小小奇 把馬賽克人壓 成果奶 好了 等一下 最後一題 請問上一次 親密行為是跟著什麼嗎 小編的陷阱 我真的嚴重懷疑 他很想要我被你打 跳起來 跳起來 你整個拔筍 插酒精 插酒精 好大 好大 他有 等一下我還沒講嗎 你要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最近結婚了 我們還是要聊一下你最近的境況嘛 對不對 其實還蠻痛的 但有點舒服 喂 在媽媽那邊還好嗎 可是最近的他被你去 被拍到 自拍的 我媽真的在那邊滑你呢 所以我已經花了 這樣一個小時喔 今天 你看 今天 你們說什麼 我想像姊妹 姊姊姊姊 哎呀你啊 他這次的太頭 你看我就說吧 沒錯吧 他還有照片在揉 你等一下 全K不好了 可是我跟你講 你這樣 而且我看到了 他有給你那個 那個鑽一隻媽媽給你 那個鑽是我 老老 老老 我想 等一下 然後我老老的身體很好的 所以我媽媽希望把這一段 其實我常常在 我有另外一段 大概在那裡 就是我常常在那裡 好媽媽 真的還能感覺比較好 為什麼 你不知道嗎 他生到你老學 他生到你老學 沒有道理 不會啦 你要跟媽媽說 因為你有生我才算圓滿 經歷這段時間 大家都在那邊 變得好成熟 好有班當 你帥 瘦很多 大概有十五公斤 十幾 十幾有 代言他 代言什麼 瘦身的 代言瘦身的 哪一個部分 全身 真的嗎 哪一個部分 屁股的部分 屁股的部分 還可以選部分嗎 有的 屁股的部分 還是 你屁股要怎麼大 要怎麼大 雖然你有在健身瘦身 我也有 這個叫做 想想 友好 好腰力 那我們就是來跟小技的PK 將肌部器綁在腰上 七十一分鐘 看看誰的部數 比較得出的人 那邊 一分鐘喔 他被我扒一下 我要為我的屁股報仇 3 2 1 開始 我突然覺得一分鐘很久 扭腰 很累耶 10 還沒還20秒 還沒還20秒 哇靠 怎麼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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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的幸福 再看10秒 9 8 7 6 5 4 3 2 1 好 停 欸 我竟然只有50次下 50次下而已 白馬 我沒有動喔 好 你沒有動 17 怎麼可能 黃月啊 冰月啊 來 小手高興 上來 是 請主人 好好教訓你 來 你趴 你要趴起來 所以現在 不要再打前面 欸 經紀人口味很重耶 打前面可以打一下就好嗎 一腳我也打 打腳 先去配 4G 1 1 2 等一下 不穩 不穩喔 好可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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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痛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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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開心 你會想講 從下 從下不流行耶 還有一下嗎 好 我們今天是 等一下 冷汗 冷汗 他這不是冷汗 爆汗 超痛 還有一下 願賭服服 我剛剛打哪邊 這邊還這邊 你剛剛打一邊 那我換一邊好不好 這邊吧 好 好痛 準備好了沒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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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回到浪國中 然後考試分數沒有到 然後被打 你能做Ending嗎 我 你現在 你幫我做Ending 我決定把這個主持棒交給他 我決定把這個主持棒交給他 好啦 我們現在這邊恭喜余祥全 然後呢 謝謝我們本週的大明星 大家也可以follow他的粉專 因為接下來有很多 浪漫的訊息可以分布給 分享給大家 那打到啥 小劑好像明星 我們直擊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太醜了